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 要不要吃一块啊 好啊 谢谢曼曼 真好 我也可以吃一块吗 当然可以 大家都来吃我带的西瓜吧 我就不用了 吃西瓜还要涂籽 太麻烦了 大家知道这黑色的籽是什么器官吗 我知道 是西瓜的种子 没错 你们看 西瓜的种子被包覆在果实内 这是被子植物的特色 因为被子植物都会开花 所以又称为开花植物哦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松球可以直接看到裸露的种子 这就是裸子植物与被子植物不同的地方 同学们 再来观察一下 花生的种子和胚芽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咦 我发现花生可以分成两半 但胚芽米不能耶 没错 花生的种子可以分成两片 就是它的两片子叶 我们称为双子叶植物 而水稻的种子没有明显分成两片 是单子叶植物 依据种子子叶的树木 可将被子植物分为单子叶植物 和双子叶植物两大类哦 子叶是做什么用的呢 子叶主要的功能 是提供种子萌芽时所需要的养分 以前我在种花生的时候 发现刚发芽的花生 有两片半圆形的小颗粒 后来会渐渐萎缩就掉落了 所以子叶的养分是被幼芽吸收掉了 哦 原来是这样呀 那我们来练习个题目吧 一只仙人掌有针状液 及肥厚可除水的精 并可开花结果 根据上述说明 有关仙人掌的分类及其依据 下列何者最合理 A 属于罗子植物 因具有果实 B 属于罗子植物 因具有针状液 C 属于被子植物 因具有花的构造 D 属于被子植物 因具有特殊功能的精 答案为C 题目说 仙人掌可以开花结果 开花与结果 都是被子植物的特色 因选C 小说啊说的没错 那我们吃的绿豆 是单子叶还是双子叶呢 绿豆种子到底是两片子叶 还是一片呢 依扎老师刚刚教的方法 好像很难判断啊 绿豆是双子叶 只是平时没有去掉绿色的种皮 不容易区分哦 那我们只能从种子 来区分单子叶或双子叶吗 对啊 有些植物不容易观察到种子 那要怎么分呢 除了种子的子叶树木 我们还可以从 花瓣的树木 叶脉的状态 金的维管树排列 与根的形态 来区分单子叶植物 与双子叶植物哦 单子叶植物的种子 具有一枚子叶 大部分根 为虚根系 金内维管树散生排列 叶通常为平行脉 花瓣为三或三的倍数 而双子叶植物的种子 有两枚子叶 大部分根为轴根系 金内维管树环状排列 叶脉通常为网状脉 花瓣为四或五的倍数 那我们来做个题目 试试哦 离离中的百合 开了如右图所示的漂亮花朵 请依图推测 下列有关百合的叙述 何者正确 A是罗子植物 B是双子叶植物 C根为虚根系 D 金内维管树 呈环状排列 答案为C 依照老师刚刚教的判断方法 我观察到要六片花瓣 是三的倍数 且有平行脉 因为单子叶植物 没错 同学答得非常好哦 种子被包覆在果实内的植物 称为贝子植物 此类植物会开花 又称为开花植物 依据子叶的树木 可将贝子植物 分为单子叶植物 和双子叶植物两大类 单子叶植物的种子 具有一枚子叶 花瓣为三或三个倍数 叶通常为平行脉 筋内维管树散生排列 大部分根为虚根系 双子叶植物的种子 有二枚子叶 花瓣为四或五的倍数 叶脉通常为网状脉 维管树环状排列 大部分根为轴根系 我们常吃的玉米 也是开花植物哦 它会开出雄花与雌花 一 你觉得它是单子叶 还是双子叶植物呢 你是如何判断的 二 另外 我们吃的玉米粒 是果实还是种子呢 请将你的想法 留言在下方与我们分享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